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放一点酱油让它上色 然后再放一点点冰糖 另外要加什么 要加米酒 加蒜头 蒜头其实是辛香料当中一个很好的调味料 稍微的腌制一下 我们现在等到了一个小时 让它腌制入味之后 接下来我要下去炸 可是炸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的油脂逼出来 Sauce的部分就是客家的 很有名的豆腐乳 豆腐乳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词 就是叫做 另外我再结合了日式的味噌 又叫做 两个把它mix起来之后 再把它淋到这个五花肉上面 然后再下去蒸 才能上菜喔 要不要真的很功夫 但是一定会非常好吃 等待了这么久的我们的这个腐乳肉 终于好了 要请试吃人来帮我们品尝看看 那我要来先教你讲一句客家话 就是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品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品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品 恭喜你 算是很厉害喔 哈囉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喜欢吃豆腐乳吗 他真的非常的下饭 尤其是配西饭 真的是很过瘾喔 重点是呢 我们学到新的词 一起来复习一遍吧 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豆腐乳 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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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就是味噌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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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喔 来看这句话就是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品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 豆腐乳是客家人很爱吃的腌制 你们也喜欢吃吗 其实他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料理里面喔 动手做做看吧 明天见 拜拜